说起伊迪亚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 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至高体验 我说三名怎么复刻了 原来你是来流行诗经带货的 但在剧相里 腰神一变成为百烂波比了 虽然我很没用 但是看结尾这么有用 真好 身为初代雪神剑主 伊迪亚身上完全看不到纯水精灵的那股高贵的气质 反而 忧郁的眼神和想要偷懒百烂的性格 像极了在工作中躺平的我们 就是那种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所有事都可以交给别人解决的安逸性角色吗 让我深感怀疑 初代水神是怎么容得下你小子的 旅行者 派蒙 克莱小姐和庸莱小姐 加起来大概有你四十倍可靠吧 什么嘛 才四十倍 我还是挺棒的呀 仗义 而当伊迪亚得知 《小可丽的母亲》是爱丽丝时 她在青丝的反应 如作祟师的小鸟一样惹人恋爱 我把自己藏进圣经核心也好了 藏起来 对 藏一百年 仗义如此 伊迪亚这场那呆头呆脑的性格 仗义有一种想把她欺负哭 再搂在怀里哄好的感觉 臭不要脸